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 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臺灣的經濟有多旺 除了股市房市一路暢旺 臺灣的實力不只是錢多而已 今天要帶大家聚焦到 這個獨角小獸島內的大爆發 新創的這個獨角獸有多重要 當臺灣有技術的實力 也有人才跟創意 加上大量的資金 到底彼此應該怎麼樣合作 來發揮縱效 進而在世界產生 強大的影響力 首先要來關注十年來 臺灣的新創加速 大增了來到百分之兩百零九 過去一年大概獲利 兩百億的這個投資 到現在已經飆升 達到將近九百億 簡單來說 新創公司的加速是年年成長 而且投資的金額跟建樹 都創下了新高 目前可以說是 在臺灣上百隻獨角小獸 是斬露頭角 不過雖然機會存在 這個挑戰其實也不少 接下來他們要如何茁壯 出海站上世界的舞台 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而接下來看到這個產業專家形容 這十年來臺灣的新創產業 幾乎從一片干涸的草地 蛻變成繁茂的叢林 從圖表上來看 新創蓬勃的發展 十年來這成長的加速 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兩百零九 好 十年前 在臺灣新創事業的總體加速 來看看最一開始 二零一四年只有兩千四百一十七家 五年後在二零一九年 大概突破了六千 來到六千四百六十四家 二零二零年致使 碰上了疫情爆發 依舊持續在成長 今年不過才到了八月為止 已經歷史新高的加速 達到七千八百七十四家 如果接下來我們從全球的比較 來看看世界整個創投的能量 跟建數現在已經都急凍 不斷的減少 但是臺灣卻能夠逆勢噴發 簡單來說 我們從全球的投資金額 原本高峰來到有六千多億的美金 現在降到只剩下兩千多億 而建數的部分 從原本高峰大概有四萬三千多件 目前也只剩下三萬一千多件 但是在臺灣向上發展 也就是從原本的四百一十件 來到現在的五百四十二件 在金額的部分 從原本的四三億美金倍增 現在超過了二十七億 接下來我們再從歷史的角度 來看看這半世紀以來 臺灣的創投怎麼樣從無到有 包括了產業界 學術界 以及政府跟資本市場 到底要怎麼樣持續的發展 簡單來說 可以分成這三大的階段 邁向新創的生態系 從最一開始的這個萌芽 大概在一九五九年 中華開發當時成立了 這個臺灣史上第一家民營的創投金融機構 接下來在一九八四 包括了宏姬以及大陸工程 合資成立了宏大創投 當時八零年代 就進入在臺灣的創投黃金時代 而當時當然主要是以半導體 跟通訊科技為主力 就奠定了臺灣科技產業的發展 第二階段再來看看 當時引導期政府的角色 開始進來從國發會主導 鎖定像是智慧機械 生技 綠能 國防等等的轉型 打造了臺灣的國家品牌 那麼帶動了這個出海的整個潮流 近期最新的就是從國際化 跟多元化起 越來越多成功的案例 包括了 完美移動到美國來掛牌 二零二四年政府再喊出 這個創新產業雨林生態系 就有更蓬勃的發展 因此除了從歷史跟總體角度來看 我們接下來要從單一廠商來看看 所謂的獨角角角角大爆發 怎麼樣一個六個人的團隊 卻能夠獨創機器人皮膚 征服日本的百年大廠 讓臺灣的民生跟新創能夠拼出海 聚焦到這一家原件經濟 他們就是隨著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在電子工廠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些機械手臂 所以它的速度越動越快 要怎麼樣保障周邊工人的安全 更是重要的課題 長達十年他們不斷的努力 發展出一層不滿感知器 在這個手臂上 也就是變成它的皮膚 在接近工人的時候能夠減速 在碰到工人的時候 可以直接停止 藉此來保護工人的安全 雖然他們的研發成功解決了痛點 但是還是獨家技術 不過募資的時候 碰到了很多碰壁的狀況 拜訪了超過八十家的創投 還是常常被挑戰 大家就問他們 如果有需求 這大廠早就做了 怎麼會輪到你們六個人的小組呢 不過好在他們沒有放棄 直到一名天使投資人 提供了第一筆資金 讓他們整個動起來 目前就成為全球唯一 獲得日本百年大廠 川崎重工以及德國大廠 庫卡等等的原廠認證 目前拿到的原廠認證 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全球的十五 預計年底能夠突破三成 讓這個原本不被看好的六人小隊 一路這麼過關斬將 當然整個故事也就說明了 台灣在國際競爭的強大實力 以上就是本週的 金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